Hello 我是沈世軒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好 換句TV 第22季第4集 Diacron 出了一個星期 剛剛好我們錯失了上星期介紹的機會 應該是星期三左右才到手 這個沒有遲到 是星期中這個 其實都是一些以往出過的產品 鑽式的新版本 所以在玩法方面 其實都不可以說 這個是不是一模一樣 這個呢 說真的 你現在已經去到多少號 DA82 加上某些特別版 差不多九十盒的搭一共 我印象中 我又真的不覺得它和以前出過的 顏色都很相近 顏色可能是有金色 之前是銀色的 但是部件方面 我拿了整整盒 大家一邊開一邊說 一邊說 我手上這隻肯定是新色 但是德哥手上那隻 我沒有很細節 很專注地去 逐件檢查 但是顏色 它是啤膠上的青綠 比起以前的青綠 略為深了0.5度 我相信不是特意的 而是可能 因為重新啤過 啤不回XSELY那隻色 有些不同的 但我試拼在一起看 是少到我都不太好 有些不同 有少少不同 很少很少的不同 但我覺得不是特意不同 它這個金色就好像是新的 支持銀色 支持銀色 而所有部件設計 都應該是以前出過的 但有沒有這樣拼在一起 我亦都不太肯定 如果大家有上一盒 而又沒有Walk Out 玩得那麼輕鬆 平常會丟一盒 做個比較 先控制一下 對 對 好了 然後到這個 剛剛這個 這個盒多漂亮 這個 大家需要買的就買 如果你以前沒有 或者你 出必買 明白的 對 這個 我相信是 除了之前出的 大結合機器人 而出的拍視 因為它除了兩架 老闆你新度 全都還沒開 這個還沒開 我給你 你一邊幫我開 我一邊 先講解一下 Ricky後 我推前一點 不行 我可以 我怕忙 因為你始終iPhone zoom 好吧 我盡量推前一點 這裡 我用這個位置來走 那 我就盡量 這盒子裡面 有兩個裝甲號 一個container 是這個 這個 之前已經出過幾個顏色 不單止之前那隻 這隻叫什麼鬼 我真的忘記了 但 忘記了叫什麼鬼 除了這隻 之前 裡面已經有一個深藍色 配合這個色系的 這個裝甲服 另外 個別也出過一個 至少有一個紅 應該還有其他顏色 這隻 BIGPOW 是 BIGPOW 這隻 如果我沒有記錯 之前是出過一次 就是一些 隔著雜誌 很薄的書刊出的 裝甲服 這次叫做 你可以過別買 顏色當然 跟之前出的 有少少不同 我現在就把所有的部件都拿出來 其實這些部分之前 其實真的不是新的 所以也不會太多 好了 也有兩個 兩個人仔 反而人仔方面 這次 德哥手上的那一套 就是Version 2 Version 2.0 Version 2.0 我看到是隊員 寫明是Version 2.0 但 帽子是新的 其實整盒的重點 我會集中在有人樣 人樣的圖裝 真的挺仔細 而且整個新的線條 應該是全新的 或者八角對比一下 年紀大 我自己的記憶 我都不是很有信心 但是 因為我左手邊有兩個 不是2.0 是 因為被他先動了 好 一次說 所以這次2.0 其實他為什麼會出2.0 除了可以賣錢之外 其實因為當年 講回舊的戴雅窮 八零二代的戴雅窮 都是有2.0 應該還有3.0 即大家準備好了 是的 因為戴雅窮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他嫌 當年就是嫌 第一代的舊人仔 可能太幼了 或者他真的設計方便 覺得造型不夠科幻 去到之後就有2.0 出現 一鏡頭的左手邊 四隻就是2.0 五隻 五隻就是2.0 這兩隻就是跟這套裝甲服 這個就是舊設計 這個就是新設計 看到空口的裝甲 其實都是完全不同 不過其實本身說是2.0 我想純粹是造型方面有出入 當然本身本體或者技術上 沒有特別改良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 這件事 等一下 看不看得到大家的樓梨 好 真的要玩一下裝甲服 好 裝甲服 首先這一隻 看不看得到 低一點 低一點 這個其實 因為之前出過 我好像游滴11 有點像那個 尤其是開頭 頭部的那個鎖艙 游滴11 這個最特別的位置 就是它那個 其實它的變形都很簡單 內屈 內屈 跟著 臀部 向後摺 還有 拍 它這個裝甲服變了 載具的模式 是漂亮很多 我也是 其實它的人形就不算很鷹 其實有少少 機械這麼重 它接下來出的那堆裝甲服 就真是用威武來形 是 首先它有這樣的模式 漂亮 接著 加少許配件 就可以變成一架 原野車款 對 有少許原野車款 加上這部 漂亮 這個就是主要的變形 這個漂亮 整個四驅車 而且因為它這個 它這個 它這個 shape 漂亮 所以就 推不推到 一般 它是可以轉的 但是不太順 所以就 不算很推倒 你快點介紹一下 我先玩 好 這個 其實它這次買了這一套 其中一個賣點就是 可以和之前那個一起玩 可以放進去 這個 可以變成搭載的模式 它本身的車輪也很漂亮 金屬橙 可以嗎 不要緊 Ricky 我們就來 最重要是拍到什麼位置 我們未必看到 咦 老友記 Ricky Tame又贊助我們 謝謝 謝謝 Ricky 我都知道 多謝Ricky 這個玩法 例如 第一就是可以放進去 這個是最重要的 應該要蹲 它本身的裝飾符 是否已經出到第四代 我也不知道 出了太多 當然 因為它之後出的那些 就已經是 可能性高一點 可動性高一點 這個可以放進去 對 另外 都可以 有些槍械可以放進去 我不一一去表達 但是呢 我發現有一個玩法 挺有趣的 就是 借它這一套 其實是可以讓它玩的 是啊 我挺自豪的 哈哈哈哈 簡單可變 我昨天試玩了 這輛 可以的 對 可以的 也是一個越野車 類似 真的可以的 這輛 吃緊了 那輛 真的轉不太好 但是 喂 這個可以嗎 你一套 就算是買這一套 你也有些自創的車型 可以玩一下 挺有趣的 其實這個裝甲服的外觀 我都可以的 對 這個其實挺漂亮 而且它躺下之後 這個頭殼頂的位置 當作是載具 是啊 有必 幾個方位看上去都漂亮 可以讓駕駛員進去 是啊 這裡有一個調節的位置 可以拉起它 拉起它 本身就方便它做這個 不知道 半惡形態 對 你喜歡它怎麼坐 你喜歡它趴在這裏 像超總世紀一樣 駕駛也行 這不是男性的駕駛員 對 這是女性的 我讓它坐在這裏 有些觀眾說 Walker現在在玩手套 好像MJ 是啊 這個是Talermic 我相信 因為 你沒有手指頭去感覺 我自己剪的 因為你知道我的皮膚肉酸 我又免得觀眾那麼近 去看我的老皮老骨 但是如果套住了手指頭 很難處理 所以唯有切衝的方法 加了一個人仔很有趣 對 就是這樣 整件事都不同了 這是自己的設計 只是玩這盒也有些玩法 另外其實可以和之前的機械人一起玩 例如 照樣子插進去 對 這個 這個 這個也可以 這個 看看 這個 這個 可能要 看看要不要插 尺寸 AutoFeed 對 這個可能要插插 先撇除顏色 先不適合 其實它的用意 就是給你有多些不同的顏色 因為它本身 黃色這個 其實原裝的盒也有一個 嗯 但是你多一隻顏色 你就可以 多一點變化 多一點變化 啊 Feed 可以和這個玩 然後這個 其實也可以和這個玩 雖然不是100%Feed 但是呢 都是 這個 這個 這樣 然後這個 駕駛完 對 拔走它 其實可以坐下去 不過時間乖 因為今晚 你們準備好了嗎 看見大家都已經準備好了 OK 可以坐在這裡 哇 耶 然後呢 就結合了 恐龍探險隊 拜拜 這樣吧 這個 excuse me 謝謝大哥 另外這個 黃色這個 其實都可以 對 其實放下去這個 還不適合 對 都可以和這個 等等 都可以和這個玩 對 你可以多一隻的時候 小孩子玩的時候 當然是紅隊 就是什麼 紅隊員 黃隊員 藍隊員 綠隊員 這樣就變成了 黃隊員 就可以自己 拼多一些不同的 combination 除了八十幾款 都可以全部夾在一起玩 真的 這班傢伙真是瘋 諸如此類 你是不是一定要買呢 沒有東西一定要買 買了 就多一些 combination 對 其實當你悶悶的的時候 拿幾塊 然後就千變萬化 玩具就是用來這樣玩 另外 也有這個 它這輪炮 簡直是 給你之前的 機器人的配件 但是 你只和這兩個裝甲服玩 可能玩不到 就用來配之前的 插在這裡 很開心 在扣玩 對 你搞我 我燙單 就是 插在這裡 是給這一個 item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不知道為什麼呢 當我插上這個東西 的時候 這個位置是剛剛很適合的 它根本是如你這樣玩 不知道 我也沒有見過 我沒有見過說明書 有教這樣的玩法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位置是對的 完全適合的 是一個謎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本來是一個局 不是一個謎 快快說完 這個就 重複吧 莊甲服就是 舊帽 新色 這個就是 舊帽 差不多沒有什麼新色 如果有朋友 如果研究到他的端藝 除了銀色變金色之外 其實這個 item 是有點迷 有點老母 另外 莊甲服就是Version 2的新人仔 應該是這個新帽 如果我沒有看錯 不好意思 我暫時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的iPhone 看不到YouTube的即時留言 有點猛 有沒有師兄有什麼補充 暫時沒有 好 這一節就先禁止 OK 好 我待會見 拜拜